哈喽,大家好 现在我是在古达贝斯里面一个最出名的纽约咖啡 这属于是一个网红打卡景点 今天早上我们所看一下周围 它的地方真的很哇塞 价格偏贵可是蛮值得来看的 非常古色古香的一个欧洲餐厅 来这边我只有两位我的太极学生 雪发,天发从新加坡 还有我的匈牙利学生 所以我们点了,我是点了这个 他们的一个特色,早餐还有有闷锅 好,来,天发,来,尝一下吧 好,来到这里,这个纽约咖啡 当然是要试试看他们的经典早餐 因为他的经典早餐 我吃的是这个匈牙利很出名的他们的传统早餐 还有他们的咖啡 当然是少不了咖啡 还有当然是他们的烘面包 沾着这个传统早餐一起吃 希望味道是好的 好的,现在我就来开动 试一下它的味道如何 我开始了 刀叉我都不是很会用 好,来,我们来试一下 好,你的要给他们炸 炸一下它的口味如何 嗯 这个是牛油果 阿卜嘎豆 面包还好吧 嗯,面包很脆很松 再看他们的特制的牛油呢 它真的还是不错的 嗯 而且像那个 印度的嫩 印度的饼 很香 那我现在是用传统的这个菜色呢 配着这个面包一起吃 嗯 只是面包有点偏硬啊 切的时候有点吃力 嗯 你看,蘸的这个果汁 嗯 非常的香 面包有点偏硬 如果喜欢这种口感的话 其实还不错 哇塞 嗯 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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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这个 这个 纽约餐厅就是 第一次来布达佩斯都会强硬 至少来一次 体验一下这里的风景 现在是他们早上 8点,下次9点已经是满座了 所以这里每天都会好多的游客 还是本地的人都很喜欢来的一个地方 那如果你是住在这里的酒店 New York Hotel 那你就有 你要来这里的餐厅的话 你就有一个优先 就是排队会比人家 来的快 不然的话 你又提早像我们讲 我们大概是8点40到 然后也等不到一分钟 今天是星期五早上 对 吃多一口 好 好 那我们对的镜头 我们跟他讲 现在大家说嗨 我们就可以继续吃我们的早餐了 好 好 这是布达佩斯 我们 第一间的早餐 对啊 早餐 就是在 Nuye Tabe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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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